基础物理一 学测复习 第二章物质的组成 这是第二章第一份的练习题 第一题 假设另外一个宇宙里面 其子子和中子的电性 跟我们所处的宇宙是相同的 可是所组成的基本历史 和我们所在的宇宙是不同 已知组成子子和中子的基本历史 有加以两种基本历史 而假历史所带的电量是正的三分之二一 而以历史所带的电量是负的二分之一一 其中一是基本电荷 则子子是由几个假历史和几个以历史所组成 我们知道子子子带的电量是一个正电 所以子子是一个正一 可是姿势里面包括有假历史跟以历史 其中假设假历史是x 可是假历史的电量是正的三分之二 所以有x个假历史 假历史的电量是正的三分之二一 以历史假设有y个 而以历史的电量是负的二分之一一 假历史跟以历史组合起来必须是一个基本电荷的正电量 所以我们把1消掉 1等于3分之2x 减掉2分之1y 我们把分母去掉全部左右两边 乘以6 6等于6跟3约掉是2 224x 6跟2约掉是3 所以减3y 我们发现 如果我现在要找一组数字 x跟y必须是整数格 而x跟y必须要符合这个算式 所以这里如果我x等于3 3个的话 3是12 而这时候y等于2 因为4乘3减掉3乘2 等于12减6 刚好符合左边是6 所以表示有三个假历史 和两个以历史 所以在另外一个宇宙里面 它的子子是由三个假历史 和两个以历史所组成 所以第一题是B的答案 第二题 乘上题 中子是由几个假历史 几个以历史所组成 我们刚刚上一题里面提到 假历史的电量 是正的三分之二个电荷 可是以历史的电量 是负二分之一个电荷 现在要问中子是由几个假历史 几个以历史所组成 我们知道中子的电量是0 所以中子是不带电的 假设假历史有x格 可是假历史每个的电量 是正的三分之二一 假设以历史有y格 可是以历史的电量是负的二分之一 所以我们把1消掉 把负的二分之一移过来 因此移过来之后 二分之一y等于三分之二x 两边乘以6 所以3y等于4x 所以x如果等于3的时候 y等于4 也就是说有三个假历史 和4个以历史所组成 所以中子它包含了 三个假历史 四个以历史 所以第二题 c的答案 第三题 拉赛福的α粒子散射实验里面 有极少数的α粒子 发生大角度的反弹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知道拉赛福的散射实验 用α粒子 就是用氦原子核 氦HE24 去撞起金箔 它把金箔打成很薄很薄的薄片 只有几层原子的厚度而已 结果实验发现 大部分的α粒子 都是直接穿过 所以表示原子内部 几乎是空无一物 因此原子内部是空空洞洞的 可是 发现有少数的粒子 会有偏责的现象 甚至有极少数的粒子 会有大角度的反弹 从这个结果显示 虽然原子内部是空空洞洞 可是 里面有一个体积很小 但是质量却很大的一个核 我们把这个核就叫做原子核 所以拉塞福的α粒子散射实验 显示原子内部有一个核的存在 而且这个核虽然占很小的体积 所以只有极少数发生偏责 可是却占很大的质量 因为会有极大角度的反弹现象 因此从这个实验里面 我们可以知道A的答案 原子里面因为α粒子是正电 而α粒子射入之后发现有偏责的现象 表示原子核也是带正电的情形 所以核内部也是带正电 体积很小 可是质量很大 所以第三题A的答案 我们顺便看其他选项 正电荷在原子内均匀分布 B这个是错的 因为实验结果显示原子内部是空空洞洞 C原子内部存在一个负电的电子 C这个是错的 从α粒子的偏责角度现象 我们知道原子内部的核 它是带正电的粒子 所以不是负电 核 原子只能处在一系列不连续的能量状态中 核 这个是错的 原子处在一系列不连续的能量状态 这个是波尔的氢原子模型中所提出的假设 这个不是拉塞福的金箔散射实验 所以核不对 一 原子和α粒子之间存在着强大的静电吸引力 一 这个是错的 因为α粒子是正电 原子核也是正电 它们之间存在着强霸的静电排斥力 所以是次力不是吸引力 因此一 这个错 所以完全正确的 只有a是正确 第四题 有关原子核内各种粒子的相关性质 哪一项是正确的 a 磁子 中子 电子都可以分解为垮刻 所以三者都不是基本粒子 a 这个是错的 磁子包括了两个上垮刻一个下垮刻 所以我们用P表示磁子 磁子叫做proton 用P表示磁子 磁子里面有两个上垮刻 我们用U表示上垮刻 加上一个下垮刻 所以一个D 而中子 Nutron表示中子 所以N表示中子 中子则是一个上垮刻 和两个下垮刻所组成 所以磁子跟中子还可以再分解 但是电子则是无法分离的 电子跟垮刻 它们都属于基本粒子 不能再分割 所以至少电子跟垮刻是基本粒子 因为它们无法再分割 所以A不对 B 原子核的体积极小 磁子之间的刺力很大 所以磁子跟电子相互吸引的静电力 是维持核的稳定性 B 这个是错的 因为原子核要维持稳定 最主要是在原子核的内部 虽然磁子跟磁子它们之间 排斥的静电力很大 但是 1934年的时候 日本人汤川秀树提出了强作用力理论 他认为 在原子核内部 有一个比静电力更大的 称为强作用力 而这个强作用力会促使原子核内的粒子互相吸引 维持原子核的稳定性 也就是磁子跟磁子互相吸引 中磁跟中磁也可以互相吸引 甚至磁子跟中磁也能互相吸引 所以在原子核内是核子互相吸引的作用力 这个维持原子核的稳定性 并不是磁子跟电子之间吸引的静电力 而是强作用力所造成 所以B 这个不对 C 夸克的电性分为正电跟负电两种 磁子是由两个正夸克组成 而中磁是由一正夸克跟一个负夸克 C 这个是错的 磁子叫做proton 磁子是两个上夸克一个下夸克 中磁是一个上夸克和两个下夸克 上夸克U的电量是正的三分之二的电荷 下夸克D的电量是负的三分之一个电荷 因此总和起来 刚好构成子子跟中子它们电量的关系 所以并不是分成正夸克负夸克 而是子子内部和中子内部 分别都有上夸克跟下夸克 所以C 这个不对 磁 中子是所有粒子里面最晚发现的 磁这个是错的 因为中子还可以再分解出一个上夸克跟两个下夸克 所以中子并不是基本粒子 所以它称不上是基本粒子的组成 所以诸这个是错误 一 基本粒子除了存在于原子核内 在宇宇宙初创的时期 在宇宙初创的时期 亦曾大量存在过 以这个是对的 在宇宙最初形成的时候 也就是根据加莫夫的宇宙霹雳说 在当时只有基本粒子能够存在 所以一这个是正确的 所以第四题 正确只有一是正确 第五题 有关下列三种粒子 N716-2 O8-16-2 F9-17 没带电 下列三种粒子性质的比较 何者正确 A 质量数的大小 N小于O小于F 这三个原子的表示 左上角表示质量数 可是左上角这个N 上面这个是16 第二个O这个也是16 所以表示两个是相等 可是F是17 所以小于F 这个是17 因为左上角这是质量数 所以N等于O小于F 所以A不对 B 中指数的大小 是N大于O大于F 中指数我们看 N左下角是7 左上角是16 所以把上面减下面 N的中指数目 16-7等于9个 这个是中指数 而O左下角是8 左上角16 所以16-8 中指有8个 而F 9-17 9-17 上面减下面 17-9 所以等于8 因此我知道中指数目是 N会大于O 可是O等于F 所以B不对 C C 直指数的大小是N大于O大于F 左下角是直指数 N的直指数是7 O的直指数是8 F的直指数是9 所以应该是F的直指数最大 所以是F大于O大于N 所以C这个不对 Z 电子数大小是N等于F大于O 我们讨论电子数目 因为电子数是跟带电量有关系 N7-2 有7个直指 可是-2表示负电电子多两个 所以7个再多两个电子 所以电子有9个 O 左下角是8 有8个直指 可是它是正2 正电多两个 因此电子少两个 所以电子只有6个 而F9这是电中性 所以电中性的有9个直指 所以会有9个电子 所以这里显示 N和F 它们的电子数目都是9个 所以N等于F 然后大于O 所以N等于F再大于O 逐之一项 这个是对的 一 带电量大小是O大于N大于F 总的带电量 因为N的带电量是负2 O的带电量是正2 而F是不带电 所以F是电中性的 它没有电荷 但是 两个正电跟两个负电 它们只是电量相等 电性相反 所以电量的大小 是指所带电量的多寡分正负无关 所以O正2是两个电荷 N负2也是两个电荷 所以两个电量应该要相等 所以这个应该是相等才对 所以1这个是错的 所以第五题 正确 只有珠是正确 第六题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石子 中子 电子 是组成物质的基本粒子 A 这个是错的 因为石子跟中子 是由伯克所组成 只有电子跟伯克是基本粒子 所以A这个不对 因为石子跟中子 还包含伯克的成分 B 强确用力跟重力一样 都是与物质连心线的距离平方成反比 B 这个是错的 强确用力是在原子核内部 石子跟石子 中子跟中子 以及石子与中子之间的吸引力 强确用力只有在原子核内部才存在 因此它并不是像万伯引力一样 跟距离平方成反比的关系 所以B这个不对 C 原子的放射光谱 是由电子在原子核外 在固定轨道上运动时 所辐射出来的 C 这个是错的 按照波尔的原子模型 原子的放射光谱 是电子在原子外围的轨道 由高能阶要牵至低能阶时候 所辐射出来的能量 辐射的能量以电子波的形式 因此形成了放射光谱 但是 现在题目说 在固定轨道上 电子它是稳定的 这时候不会辐射能量 所以不会有放射光谱出现 所以C 这个是错的 逐 若交互作用力 可以使物质的本质发生改变 逐 这个是对的 因为经过实验发现 如果中指单独存在 这个中指放在空间中 只要经过16分钟的时间 中指会放出电子出来 它从内部放出电子 然后中指变成了直子 同时产生一种反为中指的例子 我们把这种变化称为β衰变 而β衰变的作用力 这个作用力 就是弱交互作用力 所以 弱作用力 让物质的本质发生改变 让中指放射电子出去 中指变成了直子 所以 诸 这个是正确的 一 以例子的观点而言 固态分子 堆积通常较为紧密 而且分子位置可以任意移动 一 这个是错的 从粒子的观点来看 固态分子一般成金格状的排列 因此 它们堆积非常的紧密 而 粒子跟粒子之间 由于紧密的排列 因此 它们位置无法任意的移动 所以 一 这个是错的 所以 第六题 正确 只有珠是正确 第七题 下有关电中性原子的叙述 何者正确 A 原子序是10的原子具有10个中子 A 这个是错的 因为原子序表示的是直指数 所以当原子序是10表示有10个直指不是10个中子 所以A不对 B 原子内所有的中子跟直指的质量和等于原子预略的质量 B这个是对的 本来原子的质量包括了直指的质量 加上中子的质量 再加电子的质量 可是由于电子质量太轻 因此 我们经常把电子的质量省略 所以我们可以说一个原子的质量大约等于直指跟中子的质量和 也就是原子的质量大约等于原子核的质量 所以在原子内部原子核里面有直指跟中子 而直指跟中子的质量数总和大约等于原子的预略质量 所以B这个是正确的 C原子核里面包含带正电的直指还有带负电的电子 C这个是错的 原子核里面有直指有中子 可是电子是在原子核的外围 是在外围的轨道上面绕着原子核旋转 并不是在原子核内部 所以C不对 C原子失去一个电子则带负电 C这个是错的 当原子失去了一个电子 这时候负电减少了 就变成正电比负电多 因此会带正电不是带负电 所以失去电子的原子会变成带正电形成的阳离子 所以C不对 1.当原子失去或者获得电子的时候 其质量数亦跟随改变 1.这个是错的 我们所谓的质量数是包括直指数加上中指数 所以把直指数目加中指数目加起来称为质量数 因此跟电子数无关 所以当失去或得到电子的时候 那只是在原子外围的电子数目发生改变 并不改变原子核内直指跟中指的数目 所以1.这个是错的 所以第七题正确 只有B是正确的 第八题 以原子论来解释物体温度升高 体积膨胀的现象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如果我们从原子观点来看 在原子内部物质当温度升高的时候 温度越高 物质内部的原子运动会越激烈 由于温度升高之后 物质内部的原子运动激烈 因此原子跟原子之间 它们之间的距离会加大 所以这时候就造成了体积膨胀的现象 所以当受热以后 我们所看到 从聚观的观点 看到了物质的体积膨胀 实际上从原子的观点来看 只是原子跟原子之间 它们之间的距离加大 并不改变原子本身的大小 所以原子直性不变 改变的是原子跟原子之间距离的变化 所以B这个正确 原子大小不变 原子直性不会变 所以C不对 原子仍然保持原来的粒子 所以原子质量并没有变化 原子里面电荷数目也没有增加 因为改变的只是因为受热增加了粒子跟粒子之间的距离 所以B的答案正确 第九题 有关物质组成的状态的描述 下列各项叙述何者正确 A 每种原子均可单独存在于自然界 A 这个是错的 有些原子可以单独在自然界存在 可是 有些原子在自然界不能单独存在 例如在自然界里面 氧它不能够稳定存在 所以 如果要单独存在自然界里面 像金属原子 它是以单独的原子堆积而成 像现有气体 多性气体 它们在自然界是单独的分子 可是 像氧气 还有氢气 氮气 这些都是双原子状态存在的 它们就没有单原子存在了 所以并不是所有原子都可以单独存在于自然界 所以A 这个是错的 B 原子和原子之间的作用力主要是强作用力 B 这个是错的 强作用力的范围仅限于原子核内 因此 强作用力的范围必须要小于10的-15公尺 所以 单独的一颗原子核里面会有强作用力的存在 可是 两颗原子核之间的距离 就已经超过了一个原子核的大小了 所以 两个原子或者两个原子核之间 它们之间的距离就超过了一个原子核的大小 因此 强作用力就迅速消失 所以 就没有强作用力 甚至没有弱作用力的存在 所以 B 这个是错的 C 固体呈金格致密的排列 因此 原子完全静止不动 C 这个是错的 虽然固体它在金格上面紧密的排列着 可是固体原子 它仍然可以在原处做短距离的振动跟转动 所以 所以并不是完全静止的 所以 C 这个不对 主 液态时 粒子平均距离小于气态 主 这个是对的 分子之间的距离 固体是温度最低 固体分子之间距离最紧密 所以固体的分子距离最小 其次是液体 气体分子跟气体分子之间距离 则是非常的大 甚至大到彼此之间的引力可以忽略 所以气体跟气体之间的距离 它们的距离远大于液体的距离 所以 主 这个是对的 1 气体的压缩性叫液体差 1 这个是错的 我们讨论理想的气体 这时候 气体跟气体分子之间 它们由于距离极大 所以分子之间作用力极小 所以气体可以压缩 可是液体 除非用很大的压力 否则很难改变它的体积 所以气体的压缩性会比液体的压缩性大 所以 1 这个是错的 因此第九题 正确的 只有株是正确 第十题 经得科学蓬勃发展 下来有关科学家 借由核相实验的发现 与核种重要事件的搭配 何者是正确的叙述 A 拉赛福 也透过α散射实验 发现了质质 A 这个是错的 拉赛福 透过α粒子的散射实验 是发现了原子核 发现质质 它是用α粒子去撞氮原子 因此 两个是不同的实验 所以A 这个不对 用α粒子是撞金薄 是撞击很薄很薄的薄片 结果发现了原子核 所以这个是发现原子核的存在 B 查队克是利用α粒子撞击皮原子 结果发现了宗旨 B 这个是对的 查队克 它是用α粒子 亥H124 去撞皮原子 皮B B 49 结果撞击之后 变成了碳原子 碳原子是6 12 加上 2加4 等于6加0 4加9 13 等于12加1 因此 这个粒子 我们叫做中子 所以 查队克是用α粒子去撞皮原子 结果发现了中子的存在 所以B 这个是正确的 C 普朗克 透过宫电效应 提出量子论 C 这个是错的 普朗克是解释黑体辐射的实验 结果提出了量子论 解释宫电效应的是爱因斯坦 所以普朗克 它是黑体辐射的关系 所以 是透过黑体辐射的实验 它用量子论来解释 也让20世纪 开始进入了近代物理的世界 所以这个是黑体辐射 所以C 这个不对 猪 蒙德烈夫 透过元素原子序周期函数的关系 提出了周期表 猪 这个是错的 蒙德烈夫提出周期表 可是 蒙德烈夫的周期表是利用原子量的排列 所以 并不是利用原子序的排列 所以 猪 这个是错的 1 汤姆森研究因极射线 结果发现了电子的电量 以 这个是错的 汤姆森研究因极射线 结果找到了电子的核子比 也就是电荷跟质量的比值 找到了核子比 而发现电子电量的是米利坎 米利坎透过油滴实验 从数千颗的油滴里面 找到了每个油滴所带的电量 结果发现 所有油滴都有一个最小电量的整数倍 那个就是电子的电量 所以 透过米利坎的电子电量 还有 汤姆森的 因极射线 研究时 所找到的 核子比 两个合起来 最后才求得电子的质量 所以 1 这个是错的 所以第十题正确 只有 B是正确 11题 下列关于原子结构的叙述 何者正确 A 此指是查队克以α粒子撞击皮核所发现的 A 这个是错的 查队克用α粒子撞皮原子 可撞出来的是中指 所以发现的是中指不是直指 因此 A不对 B 中指质量比直指质量稍微大一点 B 这个是对的 根据实验的结果 中指的质量 一个中指 等于1839颗电子的质量 可是一个直指 大约是1836个电子的质量 所以中指的质量只比直指的质量稍微大一点点而已 所以中指质量比直指质量稍大 B这个正确 C 原子核的直径大约是10的负10次方公尺 C这个是错的 10的负10次方公尺是原子的大小 当我们谈到原子的尺寸时 原子的大小是10的负10次方公尺 而原子核 核的大小是10的负15次方公尺 所以核跟原子之间的比例关系是 1比上10的5次方 甚至核子的大小 也就是直指中指的大小是10的负18次方公尺 因此 有关于原子 原子核跟核子 三个尺寸的关系 这个希望能够记得 核 同位数的中指数目相同 而质量数不同 核 这个是错的 我们所谓的同位数是指在 周期表上排列的位置是相同的 也就是 它具有相同的原子序 可是不同的质量 这是因为 相同的原子序 有相同的质值 可是具有不同的中指数目 因此 同位数是指指数目相同 可是中指数目不同 所以导致质量数不同 所以核 这个不对 一 拉赛福发现了原子核的存在 并且在原子核外找到了电池 一 这个是错的 这个是错的 拉赛福发现了原子核的存在 可是原子核外的电子是汤姆森在研究应急射线的时候发现有电子的存在 所以电子并不是拉赛福发现 所以 一 这个不对 所以11题正确 所以11题正确 只有B是正确 12题 19世纪的时候 奥地利的物理学家波兹曼还有德国的物理学家克劳修斯 指出理想气体的行为可以用分子的概念来加以解释 下列关于分子的叙述何者是错误的 A 假设气体分子是坚硬的微小粒子 在空间中运动时彼此进行弹性的碰撞 A 这个是对的 波兹曼跟克劳修斯在研究气体的运动行为 它假设气体是极小具有弹性的钢体 而气体在空间中运动时 彼此之间它不断地进行弹性碰撞 因此气体在空间中运动碰撞前后 它的速度并不会发生改变 B 分子运动的时候 彼此撞击或者撞击气壁时可以产生压力 B 这个是对的 分子在运动的时候 在密闭容器里面彼此气体分子相互之间的碰撞 或者气体分子与气壁的产生的碰撞 形成了容器的压力 所以B 这个是正确的 C 气体分子的运动空间可以构成体积 C 这个是正确 气体的体积是指在空间中气体分子存在的范围 所以气体分子在空间中所存在的范围就是气体的体积 所以C这个正确 猪 温度越高 分子的运动会越激烈 猪 这个是对的 因为温度高能量大 分子运动的激烈 所以碰撞也会跟着激烈了 所以猪 这个是对的 1 随着温度和压力的改变 分子改变其原子组成方式 而改变了物态 1 这个是错的 当把温度升高或者压力改变的时候 分子的状态会跟随着改变 可是分子的状态改变是分子跟分子之间 它们距离的变化 并不是原子组成方式的变化 所以1 这个是错的 所以温度或者压力 只改变了分子之间的距离 所以1 不对 13题 右图是甲乙柄三种除路词 其原子排列或间接的示意图 图中的黑点表示原子 而横线表示是间接 试问 常温常压下 现在哪一个选项最能够代表金属铜 氧气跟氦气 在这三个物质里面 氦气是最容易判断 氦 H1 在自然界里面 它是单独存在的 所以我们把氦气 所以我们把氦气称为单原子分子 单独一颗 所以 银 这个是氦气 所以氦气 这个是银 氧气 则是双原子分子 O2 所以氧气是两个氧原子相结合在一起 所以银 这个会是氧气 每一个黑圈圈 表示一个氧原子 可是氧原子跟氧原子相间结 于是形成了O2 氧气 所以银是氧气 而金属铜 是金属堆积 它是整个金属原子 沉浸在电子海里面 所以金属铜 它在常温常压下 成固体排列 而且成规律的排列 所以 钾这个是金属铜 金属铜是钾的构造 所以三个的顺序是甲饼乙的顺序 因此 13题 B的答案 14题 如右图为某原子结构的示意图 图中位于中间部分的那个是原子核 位于轨道上带负电的那个是电子 此为行星绕日的原子模型 与近代的量子理论有所出入 是根据这个图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图中含有两个电子 因此图形为氦原子的原子模型 A 这个是错的 我们看这个图形 在外围的 这是带负电的电子 所以电子有两颗 可是在原子核内部中心有三个带正电 所以带正电的是直指 因此 这个图形它有三个直指 而中间白色的有四颗 那个是不带电的中指 所以中指有四颗 A选项里面 要讨论此图形是哪一种原子的模型 因为原子的种类必须由直指数目来决定 而直指有三个 所以表示它是锂原子 这个是锂 Li 是属于减金组的元素 所以不是氦原子 因为氦原子序是2 有两颗直指 可是这个图上有三颗直指 所以A不对 B 图中的直指数等于中指数 所以图形呈电中性 B 这个是错的 这图上面有三个直指 有四个中指 所以直指跟中指并没有相等 而负电的电子有两个 剩电的直指有三个 所以表示这个原子是带正电的 所以并不是电中性 因此B是错的 C 图形显示此原子的质量数是6 C这个是错的 质量数是把直指数加中指数 可是直指有三颗 中指有四颗 所以表示那质量数是7 不是6 所以C这个不对 猪 由图形可知 此元素为金属元素 猪 这个是对的 因为直指数是3 表示它有三个直指 位于周期表第三个元素 那是锂原子 所以锂是属于减金竹的元素 因此 猪是对的 1. 电子 直指和中指之间的静电力 促使电子绕着原子核做圆周运动 1. 这个是错的 电子绕着原子核做圆周运动 是电子跟直指之间的吸引力 或者说是电子跟原子核所具有的吸引力 可是中指不带电 所以电子跟中指之间并没有静电力存在 所以1. 这个不对 因此 14题 正确 只有核是正确 15题 0.4mm的钢核比 比头的钢核直径是0.4毫米 假设原子直径大约是0.1nm 则在此钢核的表面总共固满了多少个原子 这一题是要问一个钢核比 比间的地方 它的直径是0.4mm 所以我先知道R整个钢核的直径 它是0.4mm 而0.4是4乘以10的负1次方 mm是10的负3次方公尺 所以合起来是4乘以10的负4次方公尺 这个是一个钢核的直径 可是原子的直径是0.1nm 所以R原子的直径是0.1nm 所以等于0.1是10的负1 n是10的负9次方公尺 所以合起来是10的负10次方公尺 所以原子的尺寸是10的负10 先用钢核的表面 于是我要先知道钢核的面积 是原子面积的多少倍 所以我用A来表示面积 一个是钢核的面积 比上A原子的面积 面积是长度的平方 所以整个面积 所以整个原子的面积 它等于原子长度 也就是原子直径的平方比 可是钢核是4乘以10的负4次方公尺 原子是10的负10次方公尺 这是两个直径的比例 所以两个一组表示 钢核的直径 它是原子直径 它的倍数 可是我们先用表面积 所以把直径平方 所以我们先把次数先合并 10的负4 减掉负10 等于10的6次方 把这个平方 结果4的平方是16 乘上10的6212次 所以写成科学记号 1.6乘以10的13次方 数量及最接近的个数 等于10的13次方个 所以等于10的13次方个原子 所以15题C的答案 16题 假设光碟片上 每个储存点的轨道上 长度是500Nm 以示每片光碟片 储存容量大约640百万个储存点 称为640MB 现在把储存点缩小 变成十分之一 也就是剩下50个Nm 则一片光碟片里面 将可以容纳多少个储存点 原本一个储存点的长度 是500Nm 所以整个储存点长度 L表示储存点长度 是500Nm 所以是5乘以10的2次方 可是N是10的-9次方公尺 所以前后合并起来 等于5乘以10的-7次方公尺 这是一个储存点的长度 我们假设一个储存点 它是一个方形 长宽都是5乘以10的-7 所以它现在一片光碟片里面 有640百万个储存点 所以有640百万 所以640乘上10的6次方 这个叫做640百万 这是有这么多个储存点 可是每个储存点 是5乘以10的-7次方 这个是长度 长度平方是面积 所以每个储存点的面积 有640百万个 这乘起来 这全部就是一整片光碟片里面 全部所有的容量 可是现在如果把储存点的刻度变小 所以储存点L剩下50nm 所以用50nm 50是5乘以10的一次 可是nm是10的-9次方公尺 所以合并起来 等于5乘以10的-8次方公尺 所以假设有n个储存点 每个储存点 现在是5乘以10的-8次方 可是每个储存点 长度的平方是面积 所以两块光碟片 它们的总面积大小是一样的 因此 5乘以10的-7 这边5乘以10的-8 所以把两个数字 我们约分 5数字约掉 10的-8 前面10的-7 刚好-7是-8的10倍 所以两个前后是10比1 可是平方之后 n就等于640乘以10的6次 等于6.4乘以10的8次方 再乘上10的平方 100 140的2次 所以合起来等于6.4乘以10的10次方 所以总共有6.4乘以10的10次方 个储存点 所以16题C的答案 17题 下列有关各个粒子的质量大小 顺序排列 何者是正确的 A 子指α粒子和β粒子 这三个粒子里面 α粒子是氦原子核 所以α粒子质量最大 其次质子 质子只有一个正电 可是β粒子只有一个负电 所以应该是α粒子大于质子 大于β粒子 所以β粒子第三 B β粒子 α粒子和夸克 因为β粒子是电子 电子的质量比氦原子的质量小 不是大 所以B这一项是错的 这三个里面 α粒子是质量最大 α粒子最重 其次 因为β粒子是电子 可是 α粒子里面 所含的子指 只是有一千多个电子 可是 子指里面只有三个夸克 所以显示 夸克质量比β粒子质量大 所以α粒子最大 夸克第二 β粒子是第三 C 氢原子核 大于α粒子 再大于夸克 C 这个是错的 因为氢原子栒就只指 子指是只有一个正电 可是α粒子不止一个正电 所以α粒子的质量 会大于氢原子核的质量 再大于夸克 所以α粒子第一 氢原子核第二 夸克第三 所以C也不对 诸 α粒子大于氢原子核 再大于夸克 诸 这个是对的 α粒子质量最大 大于氢原子核 原子核里面 是由夸克所组成 所以夸克比原子核小 所以诸 这个是对的 一中子子子α粒子 一这个是错的 因为α粒子里面 两个子子 两个中子 所以α粒子的质量 会大于中子的质量 再大于子子的质量 所以α粒子先 中子第二 子子第三 所以这个是质量大小的关系 所以17题正确 只有珠是正确 再长的道路 一步一步前进 一定能到达终点 再短的道路 如果不迈开双脚 永远停留在原地 愿这段话与您共勉 我们这个单元就到这里结束 再长一步